好 那我们要开始见 我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呢 首先在step的下面 直接 create 直接create一个empty 空物件 就是跟着它的模型 一个空物件 那个这个空物件就是 呃 好 就是我的帐的特效 这个名字随便你要怎么取 这个没有一定的 规则我只是 呃 不要叫做空物件 所以取个名字 那 呃 也许我现在这个也许是火的效果 也许是什么效果 也许需要再改名字 那不管 那这个空物件呢 在右键 create effect particle system 那 particle system会跟着这个 就会跟着这个物件 好 那把这个物件搬上去 我要把它放在 大概 大概 我脏的中心 远的中心 那实际上位置还可以再 做进一步的调整 好 那另外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呃 只有一个要特别注意 这个particle system 是跟着 effect的时候 它的方向会变这个方向 如果它有跟一个空的 empty 如果没有 如果你直接建一个particle system 跟着帐的话 particle会朝上 好 particle会朝上 因为 这里有一个 预设它会启动一个-90 那这边呢 这一个particle就不会有那一个-90 好 就是 呃 你工的 跟着空的empty 它会吃到的是unity的坐标系统 跟着max进来物件 它会得到的是max的坐标 的方向 所以 这两个会有个方向不一样 好 那不过这里呢 不受影响 这个particle effect 叫做file 好 那它的形状我要是 sphere 好 这个数值的大小是因为 呃 我这个帐说过1%啊 所以其实它会有受到 这个影响就会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应该 可以再小一点 大概这样 零好了 好 然后分子的速度 先归零 这样就会得到 很明显一个这个结构 准备一下材质 create material 好 那这个material的shader呢 就选择particle sandarulite 上面这个是pbr材质 就是你的particle发射的 但是会有光泽 会有凹凸 我要呢只是一个光 会亮的东西 所以这里我就只选这一个 additive 那至于是 它有两个混合模式 好 就这两个混合模式 就是会形成一个 会形成一个阶层的比例 就是一个矩阵配置 你是不透明对什么 或是cutout的对什么 或什么什么对什么 那我现在选的是additive 对 colour 先用additive colour 也许additive 对additive 或对multiply 不一定 好 那要用的贴图 火焰在这 这里好几个 你看到那个 序列图档的都是 好 我先用这一个 那 进来以后呢 它就是一个 这个长相的图 直接改颜色 好 那 然后这边的参数待会儿才会再回来看 好 才会再回来看 拖给我们的分子 然后它就会长这样 好 选分子 去看一下 Texture ShiftAnimation 启动它 这个是4乘4 好 那就会得到一个这样闪烁很快的分子系统 好 那改一下 我们分子的产生量 Immission 分子产生量先回到 先少一点 三个 然后 速度 好 它的 产生的那个 就是分子的持续速度 好 那就会得到一个这个 这样的呈现 那 让它有变化性 所以在两个数值之间变动 0.35到0.5 好 Duration大概就只需要 0.5了 OK 那 这样当然还不好看 所以还要来一个大小 的变动 好 那 这个在这里的原因 为什么会在这么下面 因为我是一张 正方形的分子在这里发射 然后火在底部 贴图在底部 所以对这一个分子来讲 这一个火焰分子 会比 我的 这个 Empty 来得高 好 那其他的分子不一定这个高度 但这个是这个高度 好 所以这个可以单独调 为什么要放Empty等等 有很多用途 然后我的起始大小 一样双参数控制 双参数控制其实蛮好用的 好 0.75 对1 好 然后 Start color 改一下 分子一开始生成的颜色 我就可以在这里调整 感觉 好 这是分子颜色以后 你可以去看材质 好 材质这边呢 Additive 对Color 还是Additive 对Additive 好 还是Transparency 对Additive 都会有影响 那 PlySystem 这张图检查一下 是不是没有射到 不是Transparency 应该是Fade 好 Transparency 会整张图 你要带透空才行 那 Fade才会用 我们的Alba 就现在的灰界Alba 做透空 那你用哪一个 其实都会影响到 它颜色叠加的结果 好 这里 就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叠加色 好 继续叠上去以后 要不要更亮 最后变白色 在这边可以控制 像这样有点太白了 再 可以降一点点 这样一点点 好 这部分 可以自己再做一点点调整 那如果你是Additive 加Additive 就 一下子就会超亮 那还是要Additive 加Color 这边 真的 你要根据你想要的 呈现质感做 慢慢做调整 而且 它还受到 分子叠多少个的影响 如果你叠很多层 还是会 再受到这边的影响 那这里当然不用叠这么多 应该叠五个够 五个太多 应该三个 好 那这个分子不需要让它旋转 所以大概 这样就可以 至于颜色 还可以做 调配 OK 好 这里 颜色都还可以再做调整 甚至于你要说它的颜色是 漸层 漸层色 都 还可以进来做 调整修饰 那我会建议进来做调整修饰 因为 火焰刚生成跟快消失应该有透明度 所以 我会做这个操作 头尾加两个α 减α 这个也归零 所以 它会淡出 好 淡入 淡出 那至于淡入淡出的颜色 点太快 再来一次 淡出的颜色 好 那可以在这边做成淡入淡出的颜色 甚至于中间要再加个颜色 可以中间留着一个 然后头改亮一点 那还是你要反过来都可以 那如果这个是我觉得以后还会用的 就按一下new 把它保留下来 OK 好 那 那这样子就得到一个很简单的 动态火焰的呈现 好 那 然后就 然后就 copy paste paste的色根在这 改一下名字 交换一下位置 这个是fire1 好 这个 为什么复制一个 因为待会还要用它的参数继续改 下一个东西 那1会挡到2 所以先把1关掉 好 OK 那下一个呢 就再去material 这边操作都一样了 所以很快的 这个一样 这里呢 另外一个材质再复制一个 就是你要再建一个也可以好 就dificate的一个就好 然后直接改名字 这是 02 这个改成01 好 那02呢 就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要换个贴图给它而已 只是要换另一个火焰 叠上去 好 另一组火焰叠一个 就是 不要让它太单调 好 那 只是再叠一个 新的 火焰在它上面而已 然后 这一个的 调白一点 OK OK 这一个 好 那这个呢 拖给2 就是我现在在操作的这一个 没拖到 好 就会换成这个样 这个火焰的火是这样子 放下来一点点 那当然其他参数再修饰一下 好 两个叠加以后的火焰的效果 就会更有趣一点点 那 我觉得这个火焰生出来的位置 定在这不好看 所以给它一点点 呃 位置的 变动 好 给它一点点 为生成的 位置 当然大小尺寸可能也要再做一下修饰 还有颜色也许还要再调一下 这部分我可能就不做这么多 不在这里做这么多 呃 调整 好 那 然后 以民旬的数量 其实5应该是OK的 就不做这么多的 我以为 它有点 好的 这 那 我以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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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 有点 F1怎么也被换掉 覆盖 然后移民群要开出来 刚刚被我关掉 所以现在两个叠在一起 它被盖掉了 有了 那这两个还要再调整一下颜色 让它叠加的效果明显一点 也许第二个火焰要再暗一点 或者去直接透明度 去把分子的这一个 直接把它的 整个的透明度调 这里全部都调低 看你是哪一个火焰要叠在 底 我觉得应该是 另外那一个要叠在 上层 然后底下这个比较厚实的叠底 所以这一个我就会把它的透明度 调低以外 包含它的材质可能要再设成 additive加additive 调更亮 让它加色 还是additive color 看一下additive overlay 嗯 overlay 不错 好 那它的起始色 基础色 会再调整一下 然后透明度整个调低 ok 好 那两个要同时看到 基本上 嗯 因为我现在是跟在底下 如果你是 还在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现在这个是操作的想法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制作过程中 你是可以把它们拖到最外面 好 就是都拖到最外面 那 因为在制作过程中 呃 我们会希望 嗯 什么东西跑掉 嗯 有时候会这样子 呃 又跑掉 好 好 那 呃 现在 因为如果你是跟在empty底下 要两个一起点 才会同时出现 那如果你是在外面 好 就是在外侧 我简单建议一下一个示范 就是如果你是在外面做 一开始我现在就是 还没有先绑到上面 那你就在particle分子底下 在particle分子的话 那这样子 它们两个会同时一直拨 就这两个会连在一起 那如果你在后面 再继续建particle system 那这样子同时间是三个会 自动全部一起拨 停止会全部一起停 stop 全部一起stop 好 这样子 那但是因为我现在是把它放在empty下面 所以 呃 选一个播一个 选一个播一个 然后要按着 加选才会两个一起同步启动 那我们就要进行 呃 细节参数的调整 那 这里面我要提一下是 呃 我不建议 虽然我现在上课教你这样做 但是非常非常不建议 可以两个火焰特效叠合一起用 因为超级耗效能 手机游戏绝对完全不能用 好 那 那 所以 呃等一下我还是会删掉一个 我只是在这里 让同学知道说 我可以叠 这样子叠加 然后 每两个的这一个 呃 组成 要做一个转换使用 好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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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